我左思右想啊 还是决定把这家炒菜的视频剪好发出来 毕竟不能因为他们家态度不行 打击了我对贵州炒菜的爱 贵州炒菜没有春菜香菜那么出名 但是真的太香太下饭了 我会推荐大家点这么几个菜啊 首先第一个是折耳根炒腊肉 我真的认真啊 没有在看得像 因为炒熟的折耳根是最最最不腥的了 口感不是生脆的那种 炒完了之后有点面面的 真的挺好接受的 而且折耳根这东西 本来就是只把腥气留给自己 香味带给别人 所以这个腊肉是一点都不腥的 反而有股清香 所以强烈推荐大家点来试试 就算你吃不来折耳根 腊肉也挺好吃的 确实 炒的折耳根还是有那种 折耳根的那种味道 但是比生的要好太多了 就刚刚我吃那么大一口 我都完全可以接受 要是生的的话还不太行呢 感谢我的贵州小伙伴们告诉我的 这种炒的折耳根 确实更容易接受一点 如果不说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更假人 但其实真的味道上来的话还挺好的 然后这个腊肉的腌身味还挺好的 然后素瓜豆的话 夏天大家来贵州了 记得问一嘴老板有没有 有的话来一份 有的店要钱 有的店不要钱 但是不会太贵 清清爽爽的 夏天吃不要太结束了 不蘸蘸水就已经非常清甜可口了 然后来贵州了之后 少不了的是糟辣椒 糟辣椒是有点酸的辣椒 但是不是泡椒那种感觉 所以看到的话可以点一个糟辣椒来尝尝看 我比较喜欢吃炒蘑芋 但是如果你吃不来炒蘑芋的 可以炒个肉啊炒个蛋啊炒个饭啊都好吃 我其实挺喜欢吃公报板筋的 就猪板筋啊不是牛羊板筋那种嚼不动的 它是猪里级的部位 糯糯的挺香的 然后公报板筋就是糯糯香香的贼下饭 但是这太长肉了 所以我一年只敢吃一次 然后我自己的话肉是比较喜欢吃猪肝的 所以我有时候也会点点炒猪肝来吃 也是比较嫩的 火候掌握的都挺好的 对了对了 辣子鸡 这个也是贵州的一道名菜 虽然菜场里的比较地道啊 但我比较喜欢在饭店里的时候点 味道也不差 而且在饭店点的话 就是它一盘的肉 一般都会用鸡腿肉 就我看就吃着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菜场里买的一般都是整只鸡切块 直接炒 所以我觉得骨头有点多 吃起来比较麻烦 这就看个人了 但是如果说你在贵州只是来旅游的 你没时间去菜场里蹲那个辣子鸡的话 你在饭店里点一个尝尝看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以上就是我对贵州炒菜的一点小案例了 大家如果有机会来贵州玩的话 还是可以摆忙之中抽出一顿半顿的 尝尝贵州炒菜的 不会让你失望的 但是就是有点太下饭了 这个确实是有点长肉 吃完了吃完了 果然像大家说的 这个炒熟的椎尔根就容易接受很多 然后三个人花了186 这家餐厅的话 我就不是很推荐大家来吃了 就不是价格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挨着景区的话 这个价格也还OK 但是这个服务确实是我来贵州 吃过最不热情的一家店了 就是冷冷淡淡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过了饭点的时候来的 就不是很想接待我们的感觉 就一直都是 都行 来吧 那个有人就是一点不热情 就是要点菜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就是 明明我们说了要素炒的 他就说我们没说 然后帮我们放了肉炒 就是这些事吧 就让你心里不是很痛快 你家里不是食物里面有肉末呀 我们家的菜都要这样炒 都是这样炒 来放一点糟辣椒 糟辣椒里面本来就有肉末吗 我没有听你说那个不要肉啊 是素炒素炒 我没有没有听他说啊 你这个这个你不要这么可以煮粘这个 熟的可以啊 这个非常好吃的啊 粉纹 那他们也说就我不要怪我啊 哈哈哈哈 但他们家饭的味道还是可以的 就是尤其不是很咸 然后吃着饭都是那种很香很下饭的菜 就这个服务吧 就让人觉得有点打折扣 如果服务好的话 绝对会强力推荐的 但我个人的脾气就是你这饭再好吃了 你服务不行 我也不会上杆子去吃的 所以这家店我是不推荐给大家的 以我在贵州吃饭的经验来说 就是贵州这边只要能开下去的店 味道都差不了 不用真的非跟着我去 当然我遇到那种我觉得特好的店 我肯定会忍不住跟大家分享的 但这家店显而易见并不是这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